我相信香港有些傳媒是玻璃心 如果他們覺得自己是看不過眼 或者是想找一些新聞來講一下 批評一下 這也是他們慣常的伎倆 我覺得這一組是不健康的 因為傳媒最重要的報導 就是真確和客觀事實 如果只是報導一些不好的東西 或者是嬌毛病來報導 其實那個報導的槍盒就會很合宅 反映了他們有報病是懲忠必犯的心態 因為他們都是希望做到他們 而預先假設了那種內地的狀態 如果是劇本不同的話 他們就會看看在哪裡可以挑一些毛病出來 所以這個現象或者這種生態 正正是顯示了一部份傳媒是逢中必犯的 希望有關抹黑的傳媒 他們就不要再用這些伎倆去製造市民紅方 是因為很生氣的 就是確實 後面的發展